消化道出血的症状能自愈吗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贾小冬 陕西省中医医院 脾胃病科副主任医师 消化道出血的话 整个消化道它是有大概有十米长 它的病变也是比较多的 它分为上消化道和下消化道 大多数疾病的话 它是需要来明确诊断之后 然后再来明确下一步的治疗 对于大多数的上消化道出血 患者是不能够自愈的 需要到正规的医院就诊 上消化道的话 最主要建于四种疾病 第一种是消化性溃疡 比如说胃溃疡 十二肠球部溃疡 第二种就是一个急性微膜病变 就比如说在服用一些 可能刺激的药物 比如说阿斯匹林这类的药物 导致个急性微膜病变 第三类病人就是胃癌 第四类病人就是个 食管静脉曲张的患者 这是最常见的上小道出血的一个病变 小肠的病变的话 最常见是一个小肠的肿瘤 还有一些什么七室炎 七室的出血 大肠的病变就是以结肠癌多见 还有一些肛中疾病 肛中疾病的话 比如说痔疮 痔疮的话是一个最常见的 一个便血的疾病 小肠的病变